大家好,我是青青,欢迎收看菜鸟青青的仙界竞技场 今天是悠悠我心拿到金铭之后的这个第一次仙界 肯定是这个要拿这个金铭出来耍一下的 好,开始了 我们看一下这个对手,有止水,佐助,为主,带人 我的姐姐,那就是很不定了 没有的定,所以定了他的雷鱼 虽然是有净反,但是他破掉了我这个止水的红脸蜜团 让我有点点小不熟 先,先,明人先,先来一个奥义吧 先打他的狗,撞后排应该是撞挺痛的 撞掉这个,带人不少的血 反正我有止水奥义吗 诶,他的二号外语居然快过我 但他为什么不用佐助奥义 雷堵被这一套打应该是没了 他死了,秒了 先破掉,我都没注意他是不是有舞者的杀意 如果有的话,我已经给他破掉了 然后下个回合,他肯定是佐助奥义 主奥义也,反正明神这个奥义肯定能出得来 可能被佐助打一下能就把他这个,其实他这个奥义的威力也相当的可以 如果是他的节奥义的话,我就够呛了 可惜这个是我的节奥 可惜这个是我的节奥 是这样的 打卡器只剩下一丝血了 把佐助打倒了 诶,又打中了止水,引发连衣了 真是爽啊 这一套止水居然扛过去了 这次的对手是个土主,土天哪 智能掠过了 看这个对手 这个很怪异的,就明人加忍阵厨田加雨之波半的这个土主 我总觉得,哪里不太对 反正是很奇怪 这个厨田第一回合不要奥义啊 奥义,如果你奥义的话我就肯定定身的 不能让他打三丝血 打中了卡卡西 还好卡卡西免疫 不然的话,被他这样揍一套啊 还真的是够想 明人先撞着 后手控他的水肿 然后,第二回合纸水赵 赵斑捏就可怕了 对方的明人都没有选择奥义 放弃了吧 是不是 就放弃了吧 因为这个快捷键让我给弄反了 刚才按错了 不应该把纸水的奥义按出来 应该是等明人普攻了之后 明人奥义就好了 这样,耽误时间了 这样,耽误时间了 本来是刚才上个回合就搞定了 我猪头了 看这个对手 这是一个 看似也像是天道罪 盯着他的会赌三代 如果他明人加插克拉 我们就定三代 结果他明人没加插克拉 那雷主加插克拉的时候 那雷主加插克拉的时候 我们注意在定单的 注意打乱三代的 奥义 哎,结果 雷主也没加插克拉 哥 你这么 这么 估计就是这样晃点别人的吧 太逗了 对方都没有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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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这个明人就剩一副鱼 你也捏不死啊 我给你补刀了 哎,明人奥威 好的,又刷新奥威了 好样的明人 其实明人发动追打之后 他的连击率会增加80%了 所以很容易连击 好的,男人 好,看一下对手的情况 雷必胜 哇,这个 这个简直是 我们已经差了 两个时代吧 雷必在火主 这个奥义改版了之后 就已经完全失去作用了 因为即便是我先攻不如你 我 我也可以把你定了 你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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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出来啊 好 这位明人 明人 连击了之后 奥义 就是打雷鲁 所以撞后排 一撞 哇 然后下个回合 用 这个止水 奥义他的三船 吃锤了 我三船还在锤死 挣扎呀 还砍我砍了两次都倒地 这样一兆 很爽快啊 看一下对手情况 这个是一个惠祖三代的这个国 我就不冒险去定他的一号位了 可能 可能他确实是 定他的惠祖蝎就好了 因为他有可能是雷主加查克拉 然后然后惠祖蝎 惠祖蝎奥义 哎 貌似没有 雷主也不加查拉 那 那就是肯定是雷主 是 呃 带的是千鸟 千鸟刀 是不是 我先撞一下 所以雷主就 残血了 然后我们 池水 奥义他的 雷主就可以了 啊 要知道这样 我就奥义歇了 没弄好 哎 哎 我没有想到他能打死我 哎 没想到还 一胜利之前 活主还被打倒了 好 看看这个对手 也是一个 什么意思 养老子 这组合 这个不行啊 这个老子不像在竞技场外 养不出来的 你这样的话 止水 骑手老子 被这帮人有结界一痛揍 这个有可能第一回合就没了 当然也可能没不了 就算没不了也残血 也是 也是没什么用啊 来来来 凌人再奥义一下 雷主没有带根性的 我们下后手控他就可以了 后手控一下雷主 然后下个回合 呃 奥义他的这个 奥义他的这个小鹰 狼子也没奥义 估计他也觉得放弃啊 觉得根本打不我 来补个刀吧 看这个组 哦 又是刚才那个雷毕胜 这回知道怎么 这回 争取比上回打的还快啊 本来想减掉了 但是实在是 其实不花什么时间的 一下子 第二回合开始就结束了 也让我自己爽一下 爽一下 我原来就是 也是 应该是 经常是对方 是我这个阵容 然后我是他那个阵容 原来我用雷毕胜的时候 也跟精灵打过 不过那时候如果我的先公块 还可以的 因为雷凯开了 就 就民意了 但是那时候也有一个不好 怕封主 被封主目盲了之后 也就没办法了 你开了雷凯也解不掉 碰到一个火主 哇这个 这个火主确实是 比较平民的阵容啊 打名人打不到了 除非你是忍战名次 但是就算打到了 能怎样呢 也没什么事 这个火主被睡眠了 很不爽 但是也没什么太要紧 因为他会把我打醒的 他会靠别人给打醒 打醒了 宁次也没有突破 不然的话就被封穴了 后手控下他的火主 然后止水奥移他的二代水 凯老师踢谁呢 估计对方是自动法 感觉好像 这样子 明人奥一下 然后 凯凯西给补个刀了 看来能死死 看来能死死 诶 还刚刚好 又碰到雷主 又是刚才那个 这个我得打快一点了 上回有点浪费时间了 拿了 不用跟他废话 直接顶接 就这样 现在也轮到了金鸣 跟上回都不一样 这个止水起手之后 就是比较大的概率 金鸣第一回合就可以奥移 然后打前排撞后面 就是为了纯伤害 虽然没什么加成 但是至少有个结界 这一下 这一下我有这个经验 这个直接就不要 不要照雷主了 直接照到他 会堵蝎就可以了 照会堵蝎 还不一下全带走 没有诶 但是连击应该带走 也是很爽 看这个对手 雷主 止水 贫民队 这个没得说 这肯定是上了就定案不有 不管怎么 对方是怎样变化 就是 阻止他普攻就对了 狗爱打 就没有办法 虽然我也是爱狗人士 这个有依套卡就是 这个盾军是非常的厚 50%抗性的护盾 不管有没有根性 直接打上去 能打多少血 打多少血 就是对了 他雷主 现在 没有查克拉 可能会 哎呀 不好 止水中了风穴 这个 真的是糟糕到 头顶了 说也是 没有太大关系 看一下吧 看他止水熬于谁了 反正我有净反 就不太怕 然后 卡卡西也可以起手 哈哈 这个可能对方 忽略啊 卡卡西起手了之后 也是可以定身 这个 按摩用 卡卡西也可以破免 这样 这样就 只要吃 只吃 止水一个普攻吧 哎 对方 打人没有吸血 也就是说 武者的杀意 对不对 刚才是不是他奥义 把我的狗给打死了 那也就是说 嗯 下个回合止水 还可以奥义 对啊 不错呀 套路真的是不错 还要吃止水一个奥义 好像很卡啊 这个 应该不是我卡吧 我打这个 从来也没卡过 我觉得对方是有一点卡的 然后止水奥义吧 不要客气 快一点 我不要赶时间哪 好 止水奥义了 嗯 我主会死吗 死了 又死了 哇 止水一刀干掉两个 啊 名人一下还没打死人 真的是废 还要卡卡西补刀啊 今天卡卡西补刀了很多次啊 好 结束了 看一下成绩 我觉得应该是那什么四水流年的什么得第一 哎呀我是十一胜得第二 总觉得好像也没差到哪里去吧 可能最多差一差一点点啊 差一胜 啊那也就是反正是尽力打了 金鸣还是很爽的 也是谢谢大家的关注收看 我是青青 再见